还有带你来看在台中有一家收费相当高档的月子中心一天就要五六千块 但是现在却惊传有17名新生儿 集体感染了会导致肺炎的呼吸道融合细胞病毒 目前呢有12名婴儿还在住院治疗 其中一名女宝宝 甚至是命危的状况 父母集体出面类似 月子中心的反应慢半拍 延误了宝贵的就医时机 接到女儿的病危通知 卢太太痘大泪珠不停从双颊滑落 不舍才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宝贝女儿 正在与病魔拔合 类似月子中心有问题 我根本不晓得有宝宝也被感染了 所以他们一定有隐秘病情 对然后都没有告知也没有隔离 更没有警戒 看到他小小的身体 然后真差的 因为他们血管很小 所以如果这样又跑掉 就是又需要换其他的地方 然后整个就是你看 你看他身上就是很多的伤痕 小小的身去躺在病房 靠着蒸汽管让呼吸顺畅一些 一共有17名新生儿和妈妈们 都住进一天要价6500元的 高档月子中心 没想到小婴儿集体感染 会导致肺炎的呼吸道融合细胞病毒 当我们发现第一个第二个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已经在启动这些措施了 只是后我们真的也没有想到说 后面会有这些问题 卫生局发现感染主因 是没有落实探视者虚穿隔离衣的规定 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否则开罚 请不启动